南韓天團BLACKPINK 15號開始舉辦世界巡迴演唱會 而他們最近前往美國站演出 不過在演唱的過程中 其中一名成員被底下的觀眾拍到 他疑似因為過勞並發了淋巴鹽 右頂上是腫了超大一顆 畫面曝光之後引起許多的粉絲關注 替他的健康狀況感到悠行 一般民眾常常在買車或是買房之間拉扯 而高雄居然是有佛心屋主 要讓購屋者是疑似擁有 人舞就有屋主釋出了一間三層樓的透天措 開價一千兩百八十萬 還標榜不二價 不過買房就送一輛新車 這輛車價格至少是一百七十萬起跳 因為屋主知道現在的年輕人 常常苦於到底該先買房還是買車 因此乾脆就送一輛車當作促銷 美國洛杉磯一輛汽車30號清晨 從高速公路上飛了出去 掉進住宅區 根據目擊者的描述 汽車從高速公路上衝出去之後 像是飛起來一般 又懸浮在半空中 隨後是撞進了一棟房屋的前院 一共五個人受傷 目前都已經送一治療了 不過商事並未公開